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上海的绿豆汤 因为上海人喜欢吃甜的嘛 主食之后一定要吃点甜的 那夏天的话 就喜欢吃个绿豆汤 锦上天的话 哇 大牌 下红包 这是八花辣 对 谢谢 这个面一定要拌开 如果拌开的话 这个味道不够均匀 这城市早该休息了 叫Paddle House Club 它是一个咖啡 可以喝咖啡 但重点是 它这边是有卖复古的脚踏车 所以今天来看一下 我记得在台北的时候 是在那个饶河夜市背后 我们有一次去 它那个河边 对 就是感觉灯光会少一点 感觉就是有点旧 对 然后不好意思 我有讲实话 耶 今天我们在上海有名的新天地 耶 Here we go 谢谢 其实可以不用更复杂 就用最简单的表达 就在这炎热的盛夏 说出你最想说的话 嘿 What's up everyon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继续带大家在上海的街头游走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美食 有没有好玩的有趣的事物 跟大家分享 那未来的你如果来到上海之后 可以参考我的影片 当然也会回顾在台湾的生活 那分享我回上海之后的一些感受 一些对比 一些落差等等 那希望大家喜欢类似这样的影片 那给我影片点赞 没有订阅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起来哦 点击旁边的通知小铃铛 那你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未来任何时间更新的新影片 那现在在上海的复古脚踏车非常流行 今天到这个横峰路桥 然后这边很适合跑步啊 散步啊 饭后啊 晚上挺凉快的夏天 那今天我来这边主要是 小红书上尝到这一家的 叫Paddle House Club 它是一个咖啡 可以喝咖啡 但重点是它这边是有卖这个复古的脚踏车 所以今天来看一下 哈喽有人吗 你好你好你好 我过来看一下 前面我这个小红书上问你的 我说你几点关门 对对 可以拍视频吗 我我拍vlog 哇这边车真的蛮多的 你主要做上市这些公司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价位从几千到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都有 好 也可以买组件 组装 偏定制化 偏定制化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的摄影枪嘛 然后 对 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摄影枪 是 然后我们才可以换一个 手印的摄影枪 所以这个价格是可以根据 定制 这个配件的级别高低 然后价位是这样 了解 对有趣 你说这辆有20多万 对 这几几20万 这是前两年 开始 这个皮特的刺顶 哇 那种便宜的唱度 对 5000块钱车最后卖了 两三千两三千都不到 那你可以吃很久 但是你刚驾车 像这种老的意大利车 它已经残值已经到这 嗯 这个没话 下也下不去 才1万2给你 我去卖1万2再弹 但最后你要想卖掉 你可能超过1万2卖掉 你可能就1万1万卖掉 有个两千 这使用成两千 不如如如干年之后变古董了 对 深值了 这有人会收集吗 然后为了为了以后 有啊 这个卖高价值 有啊 真的有很多朋友 我自己包括我自己 都喜欢卖 然后收集 现在出来了 然后大概了解一下 反正最便宜最便宜的 也要3000人民币 还是单数的 对 不过它这边都是有牌子的 意大利的 然后澳洲的一些进口的 然后这个复古车型 那是不错 然后这个 洪光东桥现在正正弄得不错 然后这边 这位桥墩都有打灯光 我记得在台北的时候 是在那个饶河夜市背后 我们有一次去 它那个 河边 对 就是感觉灯光会少一点 哎 什么时候 就是反正就是整体 它那个 怎么讲就是 呃 虽然是旁边是夜市嘛 应该是观光地方 但是你会觉得好像 不够那么的 呃 exciting 就没有那么的热闹的感觉 对 然后河边的话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运动 就是它这个 呃 灯光啦 各方面啦 就是感觉就是有点旧 对 然后不好意思 我有讲述 对 这个跟基建关系不大 其实就你搞一些灯光嘛 像这些桥墩下面 搞一些灯光 先来解释一下 我认为的城市软形象 其实就是路人 我想说今天这期注定要得罪很多人的三观 因为我个人觉得哈 每次回到大陆后 对城市的软形象 都有一点失望 我还记得在初中的时候 因为学校的校服太丑 于是我去找上海的裁缝 把上衣做了个腰身 这样感觉会帅气一些 也更精神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日剧里的校服怎么可以那么好看 所以从那个时候已经觉得 国内的很多审美指数 确实是偏弱的 那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 整体全民的审美情绪 也还是没有一个质的提升 那说到这里 我相信屏幕前会有认同 跟不认同的人群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大家花两秒钟时间 给我留言一下 赞同打个一 不赞同打零 那这样我可以大概知道 对于这个话题的观众认同度 有多少 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可以留言 针对这个话题发表你的看法 今天我们在上海有名的新天地 这边已经改建很久 跟我上一期影片有点像 也是这种老的上海的 是部门房子改建 现在就是各种酒吧 餐厅 还有一些奢侈品店之类的 一般都是老外啊 年轻人放在这边逛 Here we go 那举例来说 最经典的案例 应该是位于路加嘴 普通路加嘴的天桥 真的每次走在这个天桥上 都会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违和感 城市的硬件建设和软件 这边的软件就是软形象 存在着一种无形的违和感 这种违和感在我去过的所有城市中 好像都未曾感受过 那回想在台湾的生活 我必须很坦诚说 这种违和感几乎是不太存在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已经经历过 审美情绪较低潮的这个阶段 加上日本文化对台湾的一些影响 我感觉台湾人民的审美基线 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我想说台湾人除了素质相对较高之外 审美应该也是比大陆地区要好一些 我相信说到这里 如果有大陆的观众看到这肯定会分分不平 我相信我也是全网唯一一个会把这个话题 非常实际的感受分享出来的博主了 可是我觉得这是我做影片的一个意义所在 因为我希望把真实的感受分享出来 我相信如果我有这种感觉 也有非常多的人会有这种感觉 那不管你认同不认同 我都希望你可以在底下发表你的一些意见或者建议 或者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想说的是这跟历史跟人文跟教育跟体制跟法律 所有的一切我觉得都有相关 那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在底下多多讨论这个话题 我非常有兴趣知道大家的看法 那刚才提到的素质方面真的我也蛮有体会 回到大陆之后 哪怕在上海 你看我坐地铁 台湾叫捷运嘛 那你看他就直接这样子 人家下车他就直接进去 明明是应该在旁边辆车等待 所以这个也是我感觉有点可惜的地方 在硬件飞速发展的基础上 软形像软件这一块真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快的更新和提升 那反观在台湾的生活 印象中是应该没有看到任何一次有乘客要真行恐后的进入车厢 甚至抢座位的形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真的要给台湾市民台北市民一个大大的赞 你们的素质真的是不错 这个上海的绿豆汤好了 因为上海人喜欢吃甜的嘛 主食之后一定要吃点甜的 那夏天的话就喜欢吃个绿豆汤 景商天的话很爽 哇 哇 大牌炸红包 这是八火烙酱炸红包 炸一个鸡毛菜 还有一个鸡毛菜 下次吃炸猪排 太多选择了一下吃就这样 谢谢 鸡毛菜 吃 鸡子鸡的鸡肉 这个面一定要拌开 不拌开的话味道不够均匀 然后建议是 因为它会送一个汤 你如果不是拌面的话 它会送一个汤 建议你点一个荷包蛋 然后再点一个素的 这个叫鸡毛菜 对这边 那这样就分数搭配 然后大块 然后肉啊都有 那不知不觉又到了影片的尾声咯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给我影片点赞 没有订阅频道订阅 直来点击旁边通知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 未来更新的所有影片咯 那下一期影片会继续分享 在台湾生活的感受 跟大家讲一讲 我对台湾的各个方面的看法 不同角度去阐述我的观点 那同时也会带大家在上海 游走 分享所有上海美好的事物 给到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哦